所以圣人看社会 大家都是圣人 坏人看众人 众人都是坏人 要调节好自己的心 尊敬师长 把善良留在心中 不要把别人的缺点都记在心中 天天在伤害自己 人的毛病就是记恨别人的缺点 和过去做错的事情 每天放在心中在伤害自己 这样时间长了 像个电脑一样 你的病毒太多了 你的心脏就会死机 所以我们做人要学会 顺境的时候要懂得珍惜 逆境的时候要懂得心定 要懂得知福 就是像种树一样 植树一样 天天的福气怎么会来的 靠你不断的去种福田的 彻底了解这个世界 才能彻底懂得 人间应该怎么样生活 一个能守戒之人心才能定得下来 不贪不撑不愚痴的人才能开智慧 这就是佛法当中的戒定会 台长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 我每一次讲个笑话 它都有含义的 说一个军乐队在演奏 将军走到击鼓手的面前说 你要给我注意工作态度 击鼓手打鼓的人啊 他傻傻的感到莫名其妙 我工作态度怎么不好了 将军 将军说 你看人家拉小提琴的 两个手到现在没有停过 看看你举着两个木棍 半天才打一下 这个鼓手说 我是按照乐谱演奏的 不能一直敲打将军 这个将军非常不开心的说 我不看谱子 我只看到你一直在偷懒 这个鼓手气得不得了 打了三下 咚咚咚 心里想你给我滚滚滚吧 学博人对自己不懂的事情 不要妄加评论 否则一定会造口验 我们学博人要懂因果知因缘 情守善业 一定会修成人间菩萨的 台长想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故事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 我们伟大的佛陀啊 你们知道他有一事是干什么的吗 佛陀非常的纯洁 他跟自己的弟子什么都讲 他把他过去前世有了一些事情 他也告诉他弟子 你们知道有一天啊 佛陀啊 他跟五百位大比丘 就这么多的和尚 大比丘他的弟子五百个 来到阿罗泉水边 除了阿难之外 这些人呢 都全部具足有六个神通的阿罗汉 大阿罗汉 就是他们有神通的了 眼睛看得见过去了 能够耳朵听得见很远的声音了 这是个佛陀 就像舍利弗 他的一个弟子说 在九元以前呢 有一位有一个国家叫罗悦之 当时呢 国内呢 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节庆日 在大会当中呢 有两位大历史 一个呢 是出生于沙地利王族的 一个是婆罗门的大历史 他们都报名当前所举办的铺斗赛 就是像现在香铺队一样 赛前呢 婆罗门历史私底下 向沙地利大历史说 你如果能在比赛当中 假装输给我的话 让我赢得这场比赛 我一定将赏赐的大部分的财宝 全部给你 沙地利历史呢 听得很高兴 就答应了他的请求 没想到 这个婆罗门历史 在得到国王的赏赐之后啊 竟然毁约 他没有将得到的财宝 给这位大历史 过了不久 又到了节庆的日子 婆罗门大历史呢 又提出了上次一样的要求 又得到了啊 沙地利大历史的认可 但最后呢 还是没有拿到赏金 这个人吹他牛 到了第三次比赛的时候呢 婆罗门历史呢 又跟沙地利保证 如果这次你让我获胜 我将会将前两次所欠的赏金 全部给你 没想到 沙地利是相信了他 最后又被欺骗 隔了一段时间 全国又举行了节庆 两个人又碰面了 婆罗门的大历史 竟然又提出了 跟上次之一一样的要求 沙地利历史心想 这个人太不老实了 我那一份赏金 把我每一次赏金都拿去 今天我要让他吃点苦头 于是对婆罗门历史说 你已经欺骗我三次了 我不要分你的财宝 便在众人面前 用右手安住了他的脖子 左手抓住他的腰骨 两只手像折甘蔗一样 使劲地折断了他的脊背 再举起来环绕三圈 丢向地面 让他当场毙命 这时候在场观看的 国王和大臣们 非常的敬佩大历史的威门 便赏赐他十万金钱 佛陀告诉舍利弗说 当时的婆罗门历史 就是提婆达多 而沙地利历史就是我 因为我当时起的称卦贪财之心 所以奋而使其断命 之后数千年间 即堕于苦难之中 受烦恼之苦 今日我虽已成佛 烦恼漏尽 但因此夜报 仍要长寿 即被疼痛之苦 佛陀再次叮嘱大家 你看 如来虽已断尽诸恶 众善俱足 能度化天龙鬼神 乃至皇城百姓等 一切众生 但不免要遭受这样的余报 更何况我们世间的愚痴之人 大宗应当以此为警惕 擅自守护自己的牲口夜三夜 远离杀盗淫的恶夜 莫造妄言 两舌恶口其语 不起嫉妒挂碍 不幸因果之心啊 与会的舍利佛尊者 五百阿罗汉和天龙八部鬼神等 皆欢喜听闻 依教奉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行善利人 自己一定要清静平等 我们不要去攀缘啊 有时候没有缘分的事情 你一定要去做 你就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的痛苦 我们要真诚的做事 不管哪一件事情做完之后 心中要没有感觉 对不起别人的心 这就叫没有挂碍 我们如果做完事情之后 老感觉亏欠了别人 你就是在让自己心中流上的挂碍 我经常说 很多夫妻一旦分手了 才想到对方的好 在一起的时候 每天不珍惜对方的存在 不在乎他 不爱护他 等到一旦离开了 才知道这个世界 我们留不住啊 所以我们做人 要慈悲众生的事情 天天去做 我们坚持去做 我们就会无量无边的去做下去 这样才叫积累 无量无边的功德呀 劝恶从善 不辜负菩萨的一片苦心啊 今天能够来这里的都是我们的朋友 都是有缘分的 台长非常的感恩大家 我觉得一个人做人要对得起别人 你才是无怨无悔之人 我们今天能够做自己善事 能够帮助到别人 说明你是一个慈悲之人 学博的人 有个人问我台长 我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啊 这个贵人 而别人老有贵人去帮助他 我就告诉他 贵人就是你先去帮助别人 当别人再回来帮助你的时候 他们就是你的贵人了 一个不愿意帮助别人的人 永远得不到别人的帮助 所以他就缺少了贵人缘 台长讲一个小笑话给大家听听 自从有了微信 我们现代人觉得非常的牛 就过上了从前皇帝般的生活 每天早上醒过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像皇帝批阅奏折一样 看朋友圈 刷微信 审阅天下大事 顺便再点几个赞 感觉不错的 留几处言 告诉文武大成 正知道了 手机扫一扫 一声的故事就出来了 爱过谁 恨过谁 还有牵挂谁 如今人人都在玩手机 若干年之后 墓碑上只刻着二维码 没人写上名字了 路过去墓地的时候 只要拿扫一扫二维码 那个时候就叫扫墓啊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最可怕的事情 就是在你把这个墓碑扫完之后 收到一条消息上面写着 对方已同意 添加你为好友了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好好的学 行善 帮助别人 我们真正的人间佛法 是不离开人间事情 不是说我嘴巴里要做善事 而实际上的行为却不肯做 我们一定要实修 天天的生活就是要想通 因为过去的就是过去了 很多人还活在过去当中出不来 所以他才会难过 有很多在我们澳洲的老人家 过去是局长啊 是部长啊 来到这里 现在帮自己的孩子 在小卖部里做部长 然后帮着自己领孩子 孙子 悲伤的放不下自己 台长就跟他们说 一定要放下 你的过去就是过去 要把握好你的今天 好好的活一天 好好的把洗 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身体 要想开想通 想明白 不做对不起菩萨的事情 遇事不怒 好好的活着 我们才会有更好的明天 谢谢大家 很尊敬的卢台长 为我们的慈悲开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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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